马俊伟近年退居幕后 闲有幕前演出 最近他为平机会制作短片 除了身兼编监导 也有献唱主题曲 但就未有粉蜜登场饰演一角 反而希望趁机培育身血 今次他还特别引荐曾经合作过 留下好印象的Sana思汉桥参演 近十年八年 其实马俊伟都做了很多幕后的工作 我自己挺享受的 偶尔有适当我也会做幕前 但是现在人大了 要多给一些新一代的机会 像你们这样 康乔 本身是歌手出道 接触戏剧是比较少 但是上一套戏剧很有幸 就是马俊伟可以让我参演 这个《安门的开学礼》 做一个很好的角色 另外这次他又找到我 一起去参与这个平机会的一个角色 就是要做一个 伤残人士来的 我需要坐轮椅 也有很多很感人的场面要去演绎 我自己是紧张 但是期待 也很信任马先生的 因为他上一套戏剧 都教识了很多东西 这次反而是很希望可以继续学多些东西 这个角色都是富有挑战性的 有没有特别去做什么 连续去试钱 都有了解一下他一些背景的 另外知道因为他要用轮椅 他分两种 一种是电动 一种是手动 我听说两样都要试的 所以到时就要在片场那里熟习一下 还有要进入角色应该要体会一下 伤残人士的心情 还有他和… 因为里面有他爸爸 有医生 他和医生或者和爸爸的关系 还有一个小狗 对呀 还有一个小狗 这次的生命短片系列 一共有八个单元故事 展现社会不同形式的偏见和歧视 有别以往的雪教形式 马仔这次就以感性手法 用爱出发打动人心 我的切入点就会是以一个人好感性的一面 反而去呈现他当事人 他自己的经历 他自己的感受 去令到观众看起来产生共鸣 产生同理心 甚至乎去理解他们的困难 而不是去雪教地跟他说 你这样就犯了一个歧视 或者不公平的条例了 我觉得现在科技发达 我觉得人也都思考的层面会深入了 与其我要硬贯一些条例 或者说给他听一些手执 我倒不如激发起他本身人 有那份爱 是不是耐心那份爱 那不是更好吗 见马仔右手包着护腕 粉丝是不是有点担心呢 不用怕 马仔只是想好好保护 劳损的关节而已 我的手不是受大伤的 不过是因为这段时间 打羽毛球打得过分剧烈 关节有时会通 因为我接下来又要上课 我尽量平时 我都带着个护腕 保护着他 免得不觉意 留下那些图片在球场 在球场上还要拿来打球 没错了 或者拍戏的时候要打架 我都要保护好他 是谁的